说到吃 有一种下馆子 叫吃喝如同不要钱 宁上减肥院也要肚子圆 扶墙进扶墙出 那是最高段位 请问这是什么馆子 什么场景 这还叫问题吗 这不是我强项吗 自足餐 这看来还挺有经验的 那谁遇上 我问你说就别打算挣钱 不要骄傲 你这个段位那顶多算个青铜 你看人下面这位 那人家才是自足餐界的王者 难道我吃的多也是一种错吗 现在自足餐 他们都已经不让我去消费了 因为他吃了太多了 他没得来 我都要亏损几百块 几百块 我觉得这个商家很玩不起 男子因为胃口比较大 去自足餐厅消费几次后 直接被老板拉入黑名单 老板委屈地表示 他每次一来 自己就要亏损几百元 那么这名男子 到底有多能吃呢 我就把那些猪蹄又没有挑 直接都端到桌子上给吃完了 三斤多一点吧 应该大概我感觉 康先生表示 第一次去这家自助餐厅时 发现猪蹄十分的诱人 所以自己专门吃猪蹄 直接把一盆猪蹄端上桌 大概吃了三四斤的样子 而第三四次都是和朋友一起去的 两人来餐厅就只吃虾 当时两人大概吃了七八斤 就已经把餐厅准备的虾 全部吃完了 康先生表示 当时还没吃尽兴 台面上的虾就没了 其实真正吃到肚子里的肉 也没有多少 而且自己并没有浪费粮食 吃多少拿多少 第四次然后去他们吃 吃羊肉串的时候 然后我就把那羊肉串都拿走了 他直接对我这样说 是说我下次别来了 为什么不然出来 你有什么 我这不是说了吗 老板 老板 让我们接 对老板接待了 老板可以来 老板接待了 老板可以来 我觉得这个商家很玩不起 第四次去这家店吃的时候 康先生把所有的羊肉串都拿走了 因为他不想来来回回跑几趟 而工作人员看到后 直接傻眼了 直接喊话 你下次别来了 此时的康先生 还以为是开玩笑的 没成想 当他第五次来的时候 直接被工作人员拦在门口了 工作人员表示 老板已经放话了 谁接待谁赔钱 那我们能吃不来 他朋友能不能吃 我们可以去把他吃 对啊 你去接待就不行 工作人员表示 只要是和康先生一起来的人 都不能进入本店 我们也看到店内的就餐须知 明确标明了尽情享用 请勿浪费 而自己又没有浪费 康先生因此觉得很不满 觉得店家就是在针对饭量比较大的人 随后记者找到餐厅负责人 负责人表示 来一两次还可以 来多了真的承受不起 每次康先生来自己都要亏几百 虽然开的是自助餐 但是是私有企业 可以选择不接待康先生 负责人表示 别看康先生不胖 但是他很能吃 且很吓人 别人喝豆奶 都是按评计算的 而他是按相来计算的 对于店家的态度 康先生表示自己不能接受 吃得多 怎么就错了呢 这开门营业凭啥不让吃啊 什么事要语法有据 有律师就说了 商家的行为并没有造成顾客的损失 所以说也不存在侵害消费者的这个说法 这说法我不认同啊 那别人让进就自己不让进 这分明不歧视吗 争议还在持续 你看大伙对这事都有自己的看法 这位叫开心大馒头 他就说了 这小伙做了我一直想做 却做不了的事 另外一位会员叫西山老板 他说做生意不算账稳赔 这事吧我支持店家 总在一只羊上耗羊毛 那羊也会鸡眼的 那证明这家好吃呗 那么大伙是怎么看的 吃自助餐 您都有哪些特别的经历或者体验 快来咱们的平台 跟咱们分享一下 咱们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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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分享一下